那這個是很有趣的是從 文章畫就是被 原來他們講說 就是被歪到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原來應該是到實意跟這個畫意 扣得很非常的緊 可是不知道曾啟何時 從原代文章畫開始 你看那個復生山劇 復工的那張復生山劇那張火爆 那他到底在畫什麼 他只是畫復生山劇的風景 然後那個文宥斯加他畫就畫得一圈這樣子 那上面也沒有什麼提示什麼都沒有 有啦就講那些不經過而已 那當然他是文大的傑作不錯 他跟詩人有什麼關係 他跟文章畫有什麼關係 就是很有趣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 突然就轉向 然後原代那個到原文青就轉到另外一個方向 就不一樣了完全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所謂的傳統派文到 後來西方的藝術進來的時候 整個 國畫的邰克聲浪這麼大 就因為他整個那個絲衣山劇 全部都被轉到像 我們現在腦中看到的那種傳統的山水 就是盡情 中情 人景 後來就沒有內容 就每一張看起來都一樣 那把那個絲拿掉 我就不知道他在畫什麼 可是現在畫有一個影響 現在畫如果沒有那個縮明 你也不知道他在畫什麼 透過那個縮明之後 原來他在畫什麼 所以有一點類似的狀況 他這個是那個 他就扣頭的那個扣頭蠻緊的 所以他其實你仔細回去看看 他那個絲衣跟畫面的表現都 他都把他抓得很緊 就是他染色的時候 沒有辦法 這個燕羅古事 這個構圖就開始特別了 就是說 因為剛剛講到那個文學的 的思想 文學的想像 其實也可以無邊能記到 所以最有名就是什麼 那個莊子的逍遙文化 那一支棚 那一支棚多大的 但那個想像就能整理 怎麼畫在畫面上 怎麼畫出來 拍電影也拍不出來 可是他文學上就沒想像出來 所以文學的力量還是很恐怖 那你看這個構成就很 非常的不一樣 他就畫一個人 然後往這個地方走 前面一座非常大的手 他就把那個所謂 近景中景的文景去掉 完全就不管那個傳統的那個樣子 所以你只要扣頭那個絲衣呢 你就可以跳開 傳統山水的束縛 這個我覺得是他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當然他沒有把它講出來 就是他只是在實踐中 他其實做了很多 大家有沒有看到非常多 非常多他做的 你看他很輕輕鬆鬆就把這個 就找出一個新的構成出來 那這些魅惠 魅惠畫的魅惠 都還是傳統的這個 這個沒有問題 中景 那這個也是秋風古樹 他就真的畫一棵古樹 然後上面就是有一些 應該是有一些羊 停在上面 更多就停在更多 他就集中畫這棵古樹 所以他就畫出了一張 跟別人又不一樣的三首畫 就是你很難在那個魅惠畫 你可以看到這樣子 一棵古樹上面上面有葉子 佔了一棵古樹 他就扣了這個絲 木煙提亮性 那這個波浪波蛤 當然這個水也是很難很難很難 很難處理的 因為水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每個人都看過那個水 所以水要畫的好不容易 好像前一陣子 我記得以前 好幾年前 那個 然後是國仔還是神仔 很流行畫海浪 因為海浪 看到手腳就大家要畫海浪 拼命的畫海浪 畫三棵膠 那這個水 水其實水在中文的那個 繪畫史上一直都是很重要 好像馬鈺就有十二水突 怎麼樣的水 我們現在在佔了一張馬鈴 上面有水 附的水 然後那個江崎書雪 也有很多水 其實可以看一下那個水的表現 光是水就可以分出 畫家的高底 高下 因為他用的那個線表其實是蠻講究的 你看水中間一個屋帆的那邊 這個也符合他們那種呼籍的形象 那這個就是 這樣子的構想 就幾乎 全部都在煙霧裡面 南朝四百八十十 多少 樓才煙霧 這應該很多畫家畫過 他就把它畫得更虛無漂亮 幾乎都沒有了 就非常的大 另外他有一路就是 末古山水 這路其實他花了滿大力氣在發展 可是後來好像 學他這路的度 有點可惜 就是 他幾乎把顏色當露來使用 剛剛提到說那個山水 很多都發展到露 可是他這一路 他就是直接把 鹽露當成露來使用 他就直接 當然又有露又有鹽露 那石頭他就不用露 直接就有這個 鹽露來耗 他另外一張是這樣子的 他構圖是比較 比較一般 可是他的那個 就是用色的方面 就是比較大檔 就蠻鮮豔的 樹也是一樣 他樹的比較窄 他畫一個 把這些小草 全部都是一種 燃料直接來做 就跟傳統不要 傳統會先夠熱 汁那個時候 過阿蕃 去春藏那個時候 那五花會 其實這個也是在五代燃料 可是他畫出來 就顏色就給他鮮液 鮮液蠻多的 這個 這底下也很清楚 另外這個是 你看他 他其實做蠻多實驗 我覺得他做蠻多 像這個 所以他對於那個 燃料的水分 掌握其實 很精準 像這樣子的 交往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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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仔細看這個 其實跟他們過來 那種 就是比較現代的 做法 這些 也就是說 實驗的部分 他也做了一些 但他沒有繼續發展 因為 像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是 有趣味 但是沒有什麼筆法 有筆法還是這個 因為在整個中國 書畫的性能 還是 還是 還是重視那個筆法 因為那個筆法 還是蠻多 就是你要畫 就像這樣子的線條 這樣子的葉子 可能不是學幾天 學幾年 就有辦法做法 可是你要做出這樣子的 可能等一下下課 你會做 你看完回去 就載一載就出現 所以他們說 現在所謂的最大問題 展覽的時候 你把那個名字 全部清掉 分不出哪一張是老師 哪一張學生 跟做的都一樣 他只要知道 那個概念可以做 所以他沒有難度 完全沒有難度 但是筆法才有難度 因為這筆法的難度 其實是很高的 這個松茜 這個也是蠻奇特的 夢的構成 他就用那個空氣 把那個 三整的整掉 他就出現一個很特別的 很特別的生存構圖 這個就是剛才講的那個 其實他就是很簡單的基底 很簡單的基底 他就把那個松茜的樣子表現出來 這個也是 這個構圖也蠻特別的 他就畫一顆松茜 然後頂著圓山 他圓山這邊還有一個人在這裡 圓秀圓松茜 偏周杜茜 他就把那個絲衣畫出來 就是他幫那個 陳俊茜畫 為俊茜做成 所以他應該是暫現給他看 他講說可以這樣子出現 我後來發現他給陳俊茜 是給我 吳勇蕭比較少 陳俊茜是給那個 要造型的 就是他會用特別多的迷法 就是他會有一點示範性的那個 的作用 就是特別強調這一些 這個遠遠深地照 特別是這樣 就是 你看他就是會 他就是利用這個絲具就可以把 一個很 很普通的山水的那個構圖 就把它做 做成一個很不一樣的那個 他這個圓棒還有 三萬還有三萬 我們一般大概做到這一層的山 就結束了 結果他覺得哪有 這邊還有一個 我覺得他的畫裡面還是有一些小細節 充滿了一些細節 我這是術 所以他的術法也蠻厲害的 他的畫術很厲害 這個都是 中國傳統的畫家 必須要選的幾本 比如說是各式各樣的術法 他這個骨道斜陽 實際上很有趣 他說是仿撥兒一樣 就撥西 實際上撥西沒有方向這樣 他很有趣 你在遠遠看 遠遠看覺得很普通 可是實際上一點都是普通 為什麼 這個人在這個巷 這個很小的橋上面 拉得一通 最短油不過去 他就拉著他過去 然後後面有可能在 然後在趕著 壓著他 把他拉過去 這古畫裡面 哪有這種 就是在這麼大的山順裡面 然後可能拉著非常多 所以他幾乎把他的那種 有一些小創密 有一些不一樣的角度 都放在這個畫裡面 這跟他後來有很多那種 比較剪筆的話 其實就是 從這裡錄出來的 那這種剪筆的也有 但是沒有 像下坡就畫很多 這種下坡就有很多 比較剪筆的 這樣子的 樹葉的表現方式 然後底下也是 這種都 就是比較傳統 但是他就是 可以組了這種 比較傳統的方式 做一個新的東西 做出來 這個也是 盤俠千周 他在講那個千周 這個是在寫 畫那個千周的那個樣子 然後就畫一堆 對著 再拉這個 那因為中國的這個 三歲畫裡面 其實講究的是 比較迷勁 一般都講究 比較迷勁 比較少去講究這個 故事性 或者是裡面的內容 但是他就加入了很多 這種東西 那因為這個東西 不好表現 你要把故事畫在那個 三歲畫裡面 其實不好表現 如果好表現的話 你知道現在 研究中國 我在的話 就很頭腦 這張畫到底畫什麼內容 都知道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如果表現得很好 你看都知道這張畫 在畫什麼 你見故事 然後就知道 就看不出來 完全看不出來 那這裡還少 這上面一堆人 所以他對這個 這個 這個 會畫能夠講故事 這件事情 他其實有畫的蠻大的 因為這跟詩意 還是有關係 因為你不管是講詩的意境 還是講故事 都是有內容的 那這個跟傳統的三歲畫 就完全對大為此 完全傳統的三歲畫 是一個比較靜止的 的狀況 就是比較不喧囂 反正他這個不是 這個似乎 你都還可以聽到上面的人 在講話 然後再喊個大小聲 因為他們在拉 把他拉過去 這原成功的三歲 這原成功的三歲 比較近 當然這個水也沒有畫出來 他也沒有畫出來 沒有畫出來的水 空廳松客是讓畫的結構 還滿在裡面 還前面就畫一個 一個很大的一棵松樹 松鼠底下就等了一吃喝 這個真的是空庭松喝 就把它化出來 那他的四一三水就開始 就是他有一些小測驗的時候 非常化比較好 就是 就像這一類的 比如說你看他就提到這個 空谷歸人勺 青山貝子 空谷就當然沒有歸人 然後青山貝子 他就把它化出來 那這個構子就跟 有帶來的那個畫法叫 這個江山有法屬 洞之奇 這個也很特別 他畫這樣子 然後這一個橋 這邊有一座山 然後這邊一座一個世上寺廟 樓梗 這邊一座床 那這個是什麼 泉溜寒風景三燕拜日 也就是說你對詩句的理解 跟他的理解不見得很遠 有時候我在躲這個會覺得 他把它表現成這樣蠻特別的 所以他這一路 這一些東西其實 你把它放在 就是說一整場的那個山鼠 放出來都非常的不尋常 就是不一樣的構定 就是沒有人會這樣子做 那他這個也是 你要說這是哪一個 炒飯的構成也沒有 完全沒有 他就是 夜耳這個失憶的 他認為的失禁 他效忠的失禁 他把它畫出來 那就某種異議程度上來講 就是說他等於是把他心中的 一些腋下的畫出來 畫在這個畫面上 那這個那個他們講的那個 就是現在的那個理論其實蠻接近的 這個也是 但是 因為把前景畫得這麼重 他把它推得很遠 他是 他是承軒接面索 老樹保金索 這對 但是原來是有一個 唐仁詩詩詩詩詩詩 所以其實他一直在做這個事 他不只畫自己的詩詩 他還把唐仁詩詩詩拿來畫 那你想想看 唐仁詩詩詩詩詩詩 你可以畫民人 唐仲編 因為他很聰明 這些詩詩詩 都是這些詩詩詩 心力學想出來的畫面 所以呢 其實不管怎麼把杜甫或者是王維的詩隨便一首 你把想像的那個場景 其實都是很美的場景 你知道如果把它畫出來 都很厲害 他不是開玩笑說如果 若貝的文學想要開放給詩 絕句還是律師啊 很多都會得到 就是什麼 我原絕句親的律師都會得到 只是他沒有開放給那種道理的 因為他很多情況下一首詩可能就是人家 在一本小說 黑本小說就寫一個遺經 20個字就解決了 就他寫了20萬字 這個也是很 很不尋常 你看他畫了一大堆這個密碼 這個應該是算我們水泄龍海的這種 一大堆 然後後面有一個三個這個密碼 他是遙空秋葉密 伴侶白雲長 所以他這個構圖其實可以原來不覺得 一直有新的構圖的方式出來 然後教練他本身的筆法要過活 如果你的筆法 不是解憶很麻煩 有一些血液很有用 比如像吉牌絲啊 還是不唱書啊 或好方式就是那些 就沒有新的那個 哪有新的構圖 但他不是他一直都有 這個也是你看 微風吹鳥道 深呼 寫原生 他就這樣子處理 所以他有那種 很 就是說 各種各式那種表現性 那你就可以試著說你自己如果 這幾個字 微風吹鳥道 深呼 寫原生 他怎麼處理 叫你來畫面怎麼處理 就不要這樣的話 叫你講像吧 你講像那個 那個畫面到底是怎麼樣的畫面 這個高東漢山 蝶鱸 樹蠻羽 杜甫的事 所以等於是說他就是在這個 詩意跟這個畫面 達到那個 很高程度的那種想像 辭成他自己的那個想法 在書法上大家還沒看到 因為書法的 做法跟畫不太一樣 這個也是 入天流石的色 就是反正你 看到都是石頭的顏色 穿屬烏羽羹 這個真的還不知道怎麼畫 入天流石色穿屬烏羽羹 那你不知道怎麼畫面 然後他就畫給你看 就這樣子 他又是一個很不尋常的 的構圖 所以詹補戲我覺得 這一些才是應該要展的 因為這些人也是他創新的東西 那那些傳統我覺得 他只是跟你講說 如果能不能唱這種五三點啊 但是這個是我自己做的 自己發展出來的新的新的 這種東西 因為他其實有人就做傳統 所以你看他寫字 其實他也可以寫 寬書也可以寫 傳書也蠻傳統的部分 還有很多的表現 這個也是的話 水 水 水 零近轉 雲繞 畫面 山就一直 整個 就是一直在 移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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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